小朋友们好,今天呢我们要上的是国语 OK,所以呢我们要拿出这本书 ASAS DULISAN A HINGER Z OK,先拿出这本书哦 好的,小朋友可以打开第九页 第九页 好,第九页要学的是什么呢 要学的是字母HETCH 字母HETCH 对了,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字母HETCH HETCH 好,那么我们会学到什么生字呢 那么就是第一个叫做HARIMAU 老虎HARIMAU 老虎HETCH A H R-I-R-I-R-I-M-A-U 猫HARIMAU 再来一次哦 HETCH A H R-I-R-I-R-I-M-A-U 猫HARIMAU HARIMAU就是老虎 好,接下来就到操お银 老银叫什么呢 叫做HARIMAU 对了,来我们读H以河 L-A-N-G 浪,喝浪 老鹰,再来一次哦 H以河 L-A-N-G 浪,喝浪 老鹰,OK 所以我们再来文习一下,刚才老师有说到 这个是什么呢 是字母H,字母H 对了,好 所以老虎叫做Hari Mow 老虎叫Hari Mow 老鹰就叫做 喝浪,老鹰叫 喝浪,对了 当我们开始要写下面的时候 我们先来读题目 Suri dan Tullis 好,这个呢,一样的跟住虚线 然后把它写上 对了 在我们进入写的时候呢 我们呢,先用手指把它练习一下 好 一是从这里开始 二是横过去 最后呢 三 好,就会写出很漂亮的Hatch 好,那么我们来直接进入这个小黑点的部分 好,我们知道从小黑点这里开始 横,竖下来 然后就到 横,竖,Hatch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再来次从小黑点开始 横,竖 好,这个呢,相信小朋友都能够做到 所以Hatch就是从这里 直直下来 横,再竖 OK,所以呢,这个Hatch就很简单的完成 那么有实现的呢,相信小朋友们都可以自己完成哦 好,现在老师呢,要特别强调的是自己写的 好,我们呢,同样的 OK,跟住上面的步骤 竖下来 横,竖 OK,是相同的是一样的哦 好,如果不能够掌握的小朋友可以自己点一个点 然后呢,记录一下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中间横 再下来 好,再来一次哦 可以点一个小黑点,记录一下 输下来 横 输 OK,所以这个Hatch呢,就已经是完成了的 好,接下来我们来问喜 好,这次叫做字母Hatch 字母Hatch 对了,那么老虎就叫Hari Mal 老虎叫Hari Mal 接下来是老鹰 老鹰叫Hlan 对了,老鹰叫做Hlan 好,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哦 谢谢小朋友